- 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,我們今集繼續同大家做這個騙案實錄,這集是在大陸發生的騙案來的,這隻騙案就是網路情緣騙案,說有一個叫莫莫的女仔,是一個大陸的網路主播來的,是一次偶然的機會, 他通過一些社交軟件,認識了一名金融界精英男士,他就叫李某,兩個人很快就已經墮入愛河,但是由去年年底開始,李某突然失蹤,覺得奇怪的莫莫決定報警求助,而另一名九十號女仔竟然同時出現, 而這個女仔出現,竟然是令莫莫陷入到絕望,因為他終於發現,這個李某就不是一個負心汗,而是一個由頭到尾,都是一個騙子來的。 這宗案發生於2018年年底,兩位年輕女仔先後去到寶山公安分局市堂新村派出所報案,說自己男朋友失蹤, 失蹤前分別在兩個人借了五萬元和十三萬元的存款走,而根據了解,這個女仔莫莫和帆帆通過某一款社交軟件, 就結識了一個自稱從事金融行業的富二代男人。這個男人,把握好厲害,花言巧語,海誓山盟, 金融莫莫和帆帆很快一齊導入情網,亦都是同那些男朋友住在一起,而且更加令人覺得恐怖的,這兩個女仔目前所住的地方都是男朋友為他們租的, 而且在同一個賓館的不同流程。 那經過公安的調查,即我確認,這兩個女仔所謂的富二代男朋友其實都是同一個人, 而正當偵查員準備去捉李某時,李某突然人間蒸發,本來以為她新年可能會回家過年, 就趕去她們老家出差去捉她的公安,就撲捕空,那當然啦,這些公安都不是說一無所惡的, 她們意外地發現原來李某的表弟梁某都在上海打工,而通過對梁某的身份訊息查詢, 偵查員很快就發現,她原來在水產西路某酒店是長期租用了一個房的, 那這些公安當然馬上走去酒店調查啦,去到2月11日下午,犯罪嫌疑人李某就在酒店裏被等了很久的公安捉住了, 那經過審訊,李某就說她詐騙了多名女仔的錢財, 和無用她表弟梁某身份訊息犯罪的事實是認了, 那最後這一個李某就被公安捉了,那這又是一個很典型的叫做愛情的騙案, 但是想不到這個騙子那麼厲害,是直接騙財騙色,她租了一些便宜的賓館, 就一人一間房,她這裏根據她新聞所講,不只騙了一個,是騙幾個, 那些時間啊精力啊都很厲害,是時間管理大師來的, 那到底她騙人是用她副二代的身份去令到人上吊啊, 還是靠她把口呢?如果她只是靠她把口已經可以騙到女仔, 又貼錢給她,又養埋她那樣,我覺得她不用去做騙子啦, 跌心水,吃軟飯,這條是一條很好的路來的, 很多人想吃都沒得吃的,而她那麼容易就可以騙到那麼多女仔, 但我又覺得比較奇怪咯,她自己去給錢租個地方給人, 即是說她有成本啦,但是她借了五萬和十三萬走, 為不為到皮的呢?所以這件事我就真是覺得有少少奇怪咯, 有不少的疑點咯我覺得,但無論怎樣都好啦, 即是她這樣的做法是相當之厲害的,去騙到那麼多人。 同時亦都告訴大家咯,其實網路上咯很多片案咯, 大家的身份資訊查定不到咯,除非你是認識她本人, 就算你認識她本人咯,可能她的身份資料,工作資料, 全部都是假的,只要她穿到新光頸領, 你是分不到她是穿A貨還是真貨的? 有不少人就是這樣被人騙了咯,我自己見都見不少咯, 那當然咯,我所見的就不是這類咯的騙感情騙才騙色的東西咯, 是其他的騙子來的。 好啦,那今集的片案實錄咯,就和大家簡單看到這裏咯, 那最後咯,都是呼籲大家,網上邊玩這些交友軟件, 都是要小心小心再小心咯,實在太多騙子啦! 今集和大家看到這裏咯,那我們就下集再見咯,拜拜! 拜拜!